请我们好,欢迎观看四郎讲棋 今儿呢咱们来看一盘今年象甲、许云川与申鹏的一盘对局啊 这盘棋两个人杀了挺猛的各种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 开局呢这两位走的是中炮过河鞠对平风马进骑兵的变化啊 走到这里黑方许先平炮对局 红方压马黑方退炮 然后申鹏特选择一个吉印中兵的变化 这是最为激烈的一种正规布局 下面几招呢双方各自走普招 黑方补士 红方冲兵 黑方打局 红方躲开 黑方冲骑足 红方上马 黑方拱过来 红方踩马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布局分水岭 黑方呢有进局到夏日县逃马补相 本局许先走出一个并不多见的变化啊 他选择把中兵拱掉了 我估计当时身旁呢也是比较意外啊 那么这里黑方弃马 红方就踩掉了啊 踩完以后 黑方上马登局 这边踩着局那边打着底下 红方就把局躲 而且这里捉着炮 现在黑方也不能打底下了 那黑方就退炮连环 而且这一退炮 那么黑方就可以进去捉马了 那当时红方选择一个送兵 这是个好奇 首先黑方你要再捉的话 那红方冲兵饱了 那如果你要是拱掉呢 拱了以后 红方这个马呢也是比较灵活了 如果这样走的话 那红方这个马都可以先不管了啊 直接起横距也行了 因为黑方如果打马 那红方也吃炮啊 那黑方这边攻势也没了 如果说黑方来捉这个马 那红方还有妙手呢 回马踩鞠打炮 哎你个这个骑 红方有解决之法啊 所以说当时红方送兵的时候 黑方没有拱这个兵 当时许仙呢继续上马踩鞠 那么红方顺势把小毒去吃 接下来黑方把鞠放在这里 这招骑走的红方这个过河马呀 就比较难受了 首先呢红方不能冲兵了 不是让黑方平去吃 红方这个马可以说没什么点了 其实这个局面呢 虽然说红方不能拱 但是呢他可以平过来对炮 哎你要给我打了 我再吃你的炮 这个骑呢简化下局面 而且保住了过河兵 当时红方是这样走的 他平去捉马 那黑方就给马一跳 下一手骑呢就可以卧槽一将 然后再炮打底下一将 那这里红方呢 可以选择一手飞向啊 当时他选择一个捕士 这招骑呢就是说你上马一将 我电鞠 你打底下不太将啊 哎那么当时呢 黑方也没有着急跳马 许仙呢选择一手补向啊 那如果黑方没有补向 如果红方出老帅的话 那黑方还得现补 再一个黑方补向以后呢 黑方底下这个鞠 又可以多一条出路 现在呢轮到红方走了 红方这里浸泡打鞠 这手骑呢并不好 红方呢应该赶快出空大子 因为你这左边鞠马未动呢 这招骑呢有点急于进攻了 那这里打鞠 黑方就把这儿拱了 把炮架拆开了 然后呢红方回马又打鞠 哎他觉得这招骑呢是个先手啊 那么这里看许仙是怎么走的啊 接下来他卧槽一僵 那红方很高兴啊 进鞠别着马腿 现在是捉着马打着鞠 刚才开局的时候 黑方已经气掉一个大子了 那接下来许仙沉鞠下底 再气一子 但是红方一算呢 这个马不敢吃 如果吃掉 那黑方就炮击底下了 随时都可以炮你单杀 炮击底势 那么这招骑走呢 可以说红方底下这个鞠马 就不敢动了 首先不能逃马啊 打底势抽鞠了 如果说你起横鞠呢 那黑方打马了 那这些黑方这俩炮左右开弓了 那这样下去红方肯定顶不住啊 但是你如果不动的话 黑方不还有个鞠的吗 人家那个鞠可以出动啊 如果那个鞠再过来 那红方彻底完了 所以说这里红方没有吃马 是正确的选择啊 当时呢 他选择一个平炮啊 防止黑方打底下 也是防止黑方鞠砍底下 那黑方给马往这跳 哎 跳到一个角落 走到这个位置呢 当时深蓬特大构思了一个反击的计划啊 他是这样走的 直接起横鞠 底线这个马不要了 那当时许先一算 这个棋没问题 先给马打掉再说 哎 先把狮子夺回 那么现在呢 两个人的子弟基本上相同了 下一招棋 红方来了一手炮击底下 他来个反弃子 那么黑方又像一吃 红方平鞠捉炮 他这手棋呢 其实有点勾引的意思 他希望黑方炮击底下 那许晋川就把底下打了 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接下来红方是这样走的 他往上跳马 哎 这是一招两用 第一呢 是锁住黑方的降门 第二呢 是给红方的中炮腾出位置来 他准备平炮一降 其实红方这平炮一降呢 确实很厉害啊 那当时许先一算呢 这个棋暂时攻不下来 得做一下防守 怎么防呢 首先他炮击底是一降 红方这里补试 然后黑方退炮 就把红方这个炮给拦住了啊 你看这个棋非常的巧妙啊 而且这一退炮又是带僵 当时红方飞向 接下来黑方进居捉马 那申彭特大 这个时候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放手一搏了 直接马踩中士 哎 破掉黑方一个士 一会儿能不能来个双举夺士啥的呀 那这里首先黑方是不能用士吃马的 不然红方杀底像一降 这个棋呢 倒是死不了 但是黑方边路那个鞠丢了 必丢 所以说当时许仙呢 就用老将把这个马吃了啊 那吃了以后 红方先把底势杀了 杀完以后 现在有抽居的棋啊 那么走到这儿呢 当时许仙来了一个惊天妙手啊 直接浸泡一降 哎 直接贴脸儿将的啊 许仙这个棋算得是非常准 就是说如果用老帅吃啊 那么黑方杀底势一降 现在不是抽居吗 红方只能吃掉了 黑方把鞠打 这个棋黑方多子胜定 那这里有人会问啊 红方不能捉栓吗 哎 捉栓是捉不到的 那黑方对桌 其实这种情况啊 不管红方吃炮还是吃马 结果不都一样吗 比方说你吃炮 那黑方也吃炮 那你还敢吃马了吗 你一吃马 黑方狙下底 把你狙愁了 那如果红方刚才先逃跑的话 那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咱就不用演示了啊 回到这里啊 这里当许仙贴脸一僵的时候 红方没有吃炮 他选择一个补相啊 那补相以后 黑方打底势又是一僵 红方再落相 然后黑方退炮用鞠一僵 红方只能上帅 许仙退鞠再僵 一仗必命 走到这里红方认输了 因为这一僵你没法垫 你只能再下去 那黑方上马再一僵 他这个局不能左右躲 不然黑方平均照死了 所以说他只有在上 那在上的话 黑方简单一捉炮 这个棋红方就防不住了 这里红方还不敢退局保炮 因为你一退局呢 黑方马腿松开了 回马一僵 那红方只有回底线了 黑方挂脚一僵 你这个棋无论往左还是往右吧 黑方都是上马绝杀 那这里还有一种变化 需要讲一下啊 当黑方捉炮的时候 如果说红方逃炮呢 比如说放在这 那黑方就给一僵 然后红方垫炮 这样走也是白费 那黑方采将嘛 用鞠一僵 这一僵首先你不能回底线啊 不然黑方跳马将 红方只能吃马 黑方下底连杀了啊 陈亚俊的杀招 黑方不能回底线 他只能吃马了 那吃完马以后 简单把炮一吃就行了 下一招棋 用右边这个鞠 平均做钟一僵就完了 好了 差不多了啊 一切呢 也该归于平静了 好了 棋友们觉得这盘棋精彩的 就帮四郎点个赞吧 四郎呢 也该传口气歇一会了啊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你不吃iao火 咱柔 Grass 你不吃呀